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有一个看门诊的考核 其实门诊挺尴尬 我这人最不怕就是尴尬 这倒能感受到 对自己认识的很透彻 我觉得毛毛当时是不是很紧张听了 非常紧张 我都看到他在这块手这样 我都看到他 看这块 瞄起头发后发现发际线又往后移了 这个对我没有意义 哈哈哈哈 现在大家很在意头发 确实我不懂 因为已经不需要全然不需要 哈哈毛毛 我还行我发际线还行 哈哈哈哈 我想看毛毛用你的沟通方式安慰一下周深呢 啊毛老师 怎么了 我还要做生气 毛老师到时候成个人体 是啦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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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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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感谢观看